兩個人 中俄兩國之間 我覺得他的緊密合作是因為 高度的互補 高度的相互需要 從俄羅斯的角度來講 俄羅斯今天需要的東西 中國通通有 只要他跟中國做好關係 俄羅斯有機會什麼都不缺 包括他的能源的市場 那是中國高度需要的 普丁這個訪問 當然我們剛剛看到所謂的高高規格 那都是新聞用語 我估計這兩個人看到那個場面 煩不煩死 因為光是他們兩個人在位期間 這個場面已經演過二十幾次了 你會新鮮幹嘛 不會 每天都還要走紅毯 然後一樣一大堆的禮賓 然後二十幾樣禮賓 聽都聽不煩的 趕快就做定位談事情就好 他們已經演過二十幾次了 他們兩個人平均一年 過去十年平均一年見四次面 平均每一年都會有一到兩次的過 是煩不煩 煩啊 我跟你講 那個煩文汝傑是很討厭 所以不是看那個表面 而是說普京這一次他五月七號 他的新任期開始 五月九號他的衛國戰爭訓練 五月十一號他換了他的內閣 內閣換完之後四天之後 他帶著他的新內閣到北京 他幾乎帶了他的半個內閣 大家看到他的新的國防部長 可是他的老的國防部長也來 換句話說邵伊古也來了 新的貝洛索夫也來了 那是換國防部長幹嘛 換國防部長其實換一個文人的國防部長 我認為他給西方一個非常清楚的訊號 就是俄乌戰爭對我來講 已經沒有什麼重要性 並不是我關注的重點 他已經在為他的戰後經濟做準備 普京這一次到亞洲跟過去非常的不同 我認為不是只關注中俄關係 而是亞洲國家都應該認識到 俄羅斯正在做劇烈的改變 俄乌戰爭讓俄羅斯已經沒有辦法 再做一個歐洲國家 他的波羅的海已經沒有出海的機會 他的黑海也沒有出海的機會 過去俄羅斯是因為有波羅的海有黑海 所以他一直以為他自己是歐洲國家 可是今天這兩個海都被封鎖 將來也不會為他打開 因為周圍全都是北約國家了 他在往東走 我普京丟到一個很重要的一些訊息 就是亞洲優先 將來的俄羅斯亞洲優先 他會看中亞洲比看中歐洲 他把他的未來的希望放到亞洲 而不是放歐洲 在歐洲俄羅斯不會有什麼心心希望 所以他在亞洲所有的動作跟談話 每個人都要注意 不管是日本要注意 朝鮮要注意 中國當然也會注意 最重要是台灣要注意 普丁一定會有針對台灣 越來越多的表述 對遠東的每件事事情 俄羅斯都會有意見 過去俄羅斯平均兩年左右 才會有一次針對遠東議題的講話 大部分都是跟朝鮮跟日本有關的 普丁有很長的時間 俄羅斯有很長的時間 是不談台灣 他就沒有必要談 那個跟我太遙遠了 我的國力放不到台灣海峽 可是當他以亞洲優先 回到亞洲的時候 台灣就要注意了 普丁接下去對於台海 對於東海 對南海 他都會有很多的意見 畢竟在中國的周圍 他還是有幾個好朋友 他有蒙古 他有朝鮮 他有印度 還有越南 這幾個國家跟俄羅斯的關係 都是不錯的 好 我們看這次普丁的到訪 我覺得台商可以留意 普丁跟習近平在看東北 東北在過去幾十年裡面 1979年的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 發展最慢 改革開放之前 中國大陸東北發展最好 因為那是重工業區 可是1979年改革開放之後 東北就生鏽了 他成了中國的鐵鏽區 成為中國整個發展當中 落後中國大盤的區域 可是普丁來了 普丁這次除了到北京之外 他到哈爾濱 到哈爾濱怎麼樣 你仔細看各個國家的元首 到中國訪問 關係不太好的 就會去遊山玩水 譬如說馬克龍 譬如說誰誰誰 他可能就會到另外一個城市 去走一走 普丁可沒有 普丁上來 中俄兩國之間交往 都是直來直往的 習近平去俄羅斯 就只去莫斯科 普丁到中國 就只到北京 可是普丁這一次去哈爾濱 去哈爾濱跟東北有關 東北要開門了 當普丁要往西邊 要往亞洲看的時候 他的西伯利亞要開門了 東北要開門了 東北接下去的勢頭 會跟過去非常不一樣 這在大陸有任何投資 有利益著陸的 不要光看什麼上海 什麼深圳 看哪裡 看四川 看看東北 我認為東北的機會來了 所有的資源 所有的未來 都可能在那個地方 當然最重要的是 你今天看到的中俄關係裡面 所有周圍的國家看到中俄之間 高度緊密的相連 俄羅斯已經是中國 第四大貿易夥伴了 2 25%的中國的能源 是從俄羅斯進來的 你看到他的西伯利亞的 2號的力量 一條就可以抵一條北西管管線 這條管線如果開了之後 不只是中國跟俄羅斯 連蒙古都串在裡面了 將來台灣在亞洲面對的 你以為只有美國跟日本在停你 中國在單獨面對嗎 沒有俄羅斯來了 夏龍 這五個名嘴 你怎麼看 好的 從我們的角度來講 大陸真的真的不了解台灣 其實我覺得他們很了解台灣 他們很知道台灣的媒體的生態 倒過來講 陳兵華住過台灣 在台灣待過 他們很了解台灣 倒過來講 當我們的名嘴發出這些言論的時候 不管他們心裡怎麼想 你如果發出這些言論 他們了解大陸 我覺得大陸了不了解台灣 比台灣不了解大陸 後面這個更可怕 這種的可怕 可怕到就是說 台灣對於接下去 會發生什麼事情 台灣其實是沒有什麼風險意識的 比如說剛剛嘉宇 嘉宇提到就是說 520的就職 520的就職 拜登派來的代表團裡面 三個是AIT有關的 另外那個叫阿米塔吉 阿米塔吉卸任之後 國務卿卸下來之後 就是台灣養 這有什麼大不了 美國很多大陸下來了 都是台灣養 蓬佩奧 智庫什麼都是 沒有錯 這就是我要講的第二步 公關公司 你看到了阿米塔吉 阿米塔吉在 只要共和黨執政的時候 阿米塔吉就是 Kirk Campbell的角色 副國務卿 主管亞太事務 阿米塔吉下來之後 就在2049 美國的2049自顧 在自顧排名裡面不怎麼樣 可是專門做台灣 所有有關台灣的認知戰 台灣的什麼在地協力者 要鼓勵台灣要整理台灣 內部裡面的親中的聲音 在阿米塔吉的2049裡面 一套一套的劇本 台灣基本上照著眼 蓬佩奧現在總是一副 深情款款的鼓勵台灣 獨立的樣子 請問你在當國務卿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敢 在當國務卿的時候 老公只要話講大聲一點 蓬佩奧就說回去 蓬佩奧這個時候來幹嘛 因為他每次來都有錢 蓬佩奧卸任之後 選總統沒有 政治獻金沒有 可是來台灣都有出廠費 他身邊的余茂春 講話有啥大不了 余茂春本來就他當國務卿時候的 他的重要的幕僚 余茂春在大陸基本認知 是頭號的大漢監 當然那個是大陸的觀點 但是余茂春所代表的觀點 本來就都是提供了 今天美國的政府的內部 非常極端的反中情緒 所需要的聲音 一種以老賣老 以中賣中的聲音 今天在兩岸之間 也會有那種以老賣老 以台賣台的聲音都會有 所以面對到這種相互理解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大陸對這五位的名嘴 做了這件事情 我們會覺得不可思議 可是我們可能需要倒過來想 請問他們講話的內容沒有問題嗎 他們講話的內容每一句話 不管是講田鼠 不管是講靠背 不管是講榨菜講什麼東西 每句話它確實在網路上 他們都得到非常大的渲染 那個渲染你說對於 對趙少康沒有問題 趙少康知道那根本就鬼扯 唐湘雄也知道那個在鬼扯 可是在看節目的那些的台灣人 他真的知道嗎 最近曾經當過東京都知識的 喘天躍一 日本的東京都知識 喘天躍一 他到大陸去看了 他已經很久很久沒有進大陸 他進大陸回來了之後 他接受了長篇的訪問 訪問他感慨非常多 他說日本人真的不知道 你已經被中國 遠遠的甩在後面了 他說從我上次去到這次去 我不可思議中國的變化之大 那不是假的 他說日本你到底知不知道 今天你對中國的認識是有問題的 我告訴台灣更有問題 台灣什麼東西 都是把日本跟美國的東西 當作是原原本本的真實在呈現 講到美國跟日本 台灣的信息就來了 我們剛剛講到能源政策 這兩個多禮拜的時間 我覺得民進黨給我一種怪異的感覺 那種怪異的感覺 就是他不是出來永和 可是反核的聲音就不見了 就是不管人家怎麼去討論核能 討論核能有多好 民進黨安安靜靜 只有一些的外圍團體很零星的聲音 那個基本上無足輕重 你是一個抱著反核神主牌 睡覺的政黨 今天當G7的國家 共同G7裡面包括美國日本 當這G7國家在三個禮拜前 共同聲明說從今天開始 我們七個國家不會再發表 任何的反核言論 台灣安安靜靜靜 2025明年是非核家園最後一年 你要講講清楚 我們跟著你瞎混了三十幾年的時間 混到最後一年了 最後的一里路了 你告訴我這里路 到底還要不要走 當今天G7講完話之後 再隔一個禮拜不到的時間 當童子前說我們的核能 核二廠 核三廠要繼續運轉 同時核一廠跟核四廠 硬要改裝機組要增加 要增加到50%的發電量 50% 你不要覺得童子前很厲害 我很多年前就已經講過了 那講完了之後 請問有人出來湊童子前嗎 我告訴你如果是 如果是三年前 五年前 任何一個人敢講這種話 你不被電死 可是今天民進黨 怎麼會歸縮到這種地步 鬧到這種地步 你們反核的勇氣 我反核 我是人 在講 我不反核 我不是人 沒關係 可是今天當藍軒 或者是誰在提說 今天國務院做了什麼報告 台大的公衛所做了什麼報告 那些的報告需要做 我不做 我寫的內容也跟他差不多 台灣一年一萬八千人得肺癌 一萬多人死亡 死亡率跟離癌率都是第一名 那請問你 你到底怎麼去處理這件事情 不要讓那些人就離癌了之後 好像只能夠怪怪自己 空污是最主要的因素 那你到底怎麼去面對 今天童子賢講話 也沒有人回應 好像覺得就是對的 我只是說明年就是 2025非核家園 最後一年 最後一里路 還要不要走 不要歸縮 不管你叫賴清德 你叫蔡英文 蔡英文的為愛發電 用愛發電 還繼續發 你的愛還夠嗎 不只是肺癌 我在前年就講 因為有一個醫生給我看 美國腎臟醫學會的報告 學術報告 很多腎臟病 洗腎人 都跟PM2.5有關 PM2.5 對啊 休息一下 走回來 你站不上特色的那邊 我不站起來 據說在陳水扁的這個案子 從賴清德跟蔡英文 我認為他們兩個人的 所有的有關於特色陳水扁 這個議題的表達 是完全不一樣的 賴清德是很清楚的 講到陳水扁會哭的 主張要特色成陳水扁 對賴清德來講 既然賴清德已經說 他要特色成陳水扁 你何必蔡英文在這個時候 要越主代跑呢 蔡英文即使沒有公開的講過說 我不特色陳水扁 可是蔡英文在八年總統任內 不管黨內的壓力有多大 蔡英文都扛下來 都混過去 每一年民進黨 只要到了七月份 開黨代表大會 黨代表大會發動過好幾波 都是壓倒性的 百分之九十幾的黨代表 等於是公開的所有的派系 所有黨代表在對蔡英文施壓 蔡英文都不理 蔡英文都是研究案 就帶過去 蔡英文總是表現著 他不想特色陳水扁 他認為這個事情是有問題的 那問題來了就是 請問你就在這個時間點上面 除了蔡英文任期快要到之外 有關於陳水扁的這個案情 這八年來有任何的變化嗎 沒有任何變化 換句話說 所有的案情的內容 就停在那個地方 對陳水扁 對於扁家的所有的這些事態 他沒有任何的新進展 因此如果要做政治判斷 這個時候政治判斷 跟過去八年政治判斷 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為什麼過去八年 你沒有做的 現在你要做 我說如果說蔡英文在過去八年裡面 他在好幾個場合當中 流露出那種他在抵抗壓力 他不想特色的陳水扁 那在這個時刻已經任期快要到了 何必征負白頭虛首 八年之親苦俱非 沒有必要 你就既然是賴清德要特色 交給賴清德有什麼不可以 你是覺得特色陳水扁很光榮 如果今天蔡英文認為 特色陳水扁是光榮的 早就可以特色了 是我蔡英文任內的一個 那你早可以特色 你何必拖到這個時候 既然你前面都已經擋住了 黨內的所有的派系 所有的黨代表你都沒有設 而且這段時間裡面 也沒有任何的案情的新變化 你大可以不用理會 所以當法務部說 他沒有接到任何的 研議案的這種我相信 所以你認為明天 不可能特色陳水扁 我想不出來有任何理由 其實從這次特色陳水扁的案子 就看到這個 剛剛看到吳宗憲的招委 在司法法治委員會排審的時候 結果司法部長 居然沒有到現場 就是對國會的一個藐視 因為剛剛有提到 我們的韓國瑜院長 大家可以看我手上這張圖卡 其實這邊有一個 箭頭有一個空位 它其實就是 總統國情報告做的位置 所以總統國情報告在立法院 它是屬於憲法國情 沒有違憲 所以這個位置 歡迎賴清德趕快來做 洪惟 你認為不一定 沒有 因為特色陳水扁 要由法務部演義 只是其中一個途徑 昨天我們其實有質詢 法務部長 次長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他也可以不交給法務部演義 就直接公布 這也是可以的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這是媒體在傳 帶風向而已 因為畢竟陳水扁案子 都還沒有全部 終審到底要怎麼特色 來 志涵 在這裡